听说比亚迪要推出纳电池了 海鸥的起步价有可能降到6万元是真的吗 今天有许多小伙伴at我这个会议记 其实我很早就看到了 之所以没有单独拿出来讲 是比较担心误导很多准车主 那既然大家都已经看到 而且有人发了 那咱们就稍微展开来聊一下海鸥 以及这个纳电池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来解答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比亚迪到底有没有储备纳电池技术呢 以及他可能什么时候会推出来 这个答案是很明显 是一定有的 而且电动车领域除了像比亚迪 明德时代等等 其他的主流电池厂也都是有做的 甚至说除了纳以外 还有更加便宜的正极材料 也都是有储备的 目前来看纳电池的领域能量密度 可以达到160瓦时 充放电的保时率也非常的不错 但是都是逊色于磷酸铁里的 不过它的成本要比磷酸铁低很多 安全性也有非常不错的保障 其实相比于电池的动力电池 纳在储能端的前景更加广阔 目前比亚迪在储能端已经有纳电的应用了 那回归到电车动力电池端 纳电其实只能算作一个伪命题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其一是它目前的这个技术并不成熟 至少在明年是很难看到它量产的 大个率又要等到24年 甚至更晚 那其二 零酸铁里目前已经太成熟了 四个核心因素 高安全 高功率 资源丰富性和低成本 已经稳稳占据了前三 仅仅是目前的成本在近两年居高不下 这意味着很多厂商其实就在做两手的准备 如果说这个碳酸里的价格下碳 哪怕它低到30万以下 纳电都是没有必要大规模的研发和量产的 反之如果长时间位于50万以上 甚至60万70万 那纳电确实是一个不错的备选方案 了解到这些呢 那第二个海鸥的这个问题也就不难回答了 很早就跟大家讲过 海鸥初步定于明年的第二季度上市 续航是300和400公里 起售价基本上就是8万左右 顶配可以来到12万上下 正好和海豚做一个衔接 那会议纪料里面反复提到 这个6万起步就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就要涉及到海鸥定位的问题 其实内部对于这款这的期望值 就是横扫10万以下的纯电市场 就像海豚在这个级别中的霸主地位一般 但咱们说实话 8万左右我相信它可以大卖 但是想要横扫10万以下的市场是很难的 因为它天然就丧失了许多的消费群体 可是问题是目前的成本实在是无法帮助你压缩到那个地步 7000曾经有考虑过取消热梦空调 或者采用原先的三合一电机 但是说实话 这样妥协就失去了一平台3.0的核心优势 那就只能在电池成本上下功夫 也就有了咱们本期讨论的这个纳电池方案 但是会议纪料里面提到 明年海鸥上市的时候 就直接推出一个300公里的纳电池版本 定加在6万左右 可能性是非常低的 我也不敢说是绝无可能 但是考虑到目前技术的成熟度 这个是基本是微乎其微的 或者我说的更加直白一点 碳酸里面的价格将直接决定许多厂开的产品逻辑和定位 比亚迪也是如此 如果碳酸里的价格能下来 未来加推一款海鸥6万左右起步的新增车型是大概率事件 如果碳酸里居高不下 而纳电池成熟又可以量产了 那加推一款纳电版本的海鸥6万起步也是大概率事件 听起来有点绕但其实就是薛定谔的6万海鸥 我相信以大家的理解能力应该都明白了 好了以上内容 均因为我个人的信息和分析不代表也代表不了官方 感谢观看 就这样吧 拜拜